单恋蔡国庆与高峰未婚同居产子 受伤后嫁孟童终获幸福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那英 看他四处树敌的彪悍人生 与他身后的六个男人 那英其实还有一个很气派的姓氏 叶赫纳拉 这放在清朝可是大姓 祖上还有与溥仪皇帝的合照 因此那英还有一个格格的身份 但很明显这个格格没有清朝皇室的端庄温婉 反倒是十分彪悍 在学校逃课打架 都是常有的事 轮拳头薅头发 也是他的拿手好戏 直到进入娱乐圈 他这个本领也没有放下 生活中是彪悍的 但在恋爱中 他却是一个典型的恋爱脑 1983年经过三次考试之后 那英终于如愿进入沈阳歌舞团 成为一名靠嗓子吃饭的歌手 成为主唱后 他的出场费也越来越高 养活自己绝不成问题 但奇怪的是 这个主唱似乎格外缺钱 只要有场子 不管大小给钱就去 据说都是为了养男朋友 为了这个初恋男友 娜姐那几年 嗓子都快唱帽烟了 然而并没有换来天长地久 俗话说 情场失忆 事业得意 大哥哥那英 也靠一副好嗓子 把自己唱进了专业团队 1988年 那英在清歌赛上 一举夺魁 荣获金奖 收到作曲大家谷建芬的注意 并将他兜入麾下 那时古剑分门下 已经有了毛阿敏 刘欢等歌手 娜英去了 算不上杰出 虽然事业还没冒头 他却悄悄对师兄 泰国庆 萌生爱意 而且还多次 有意无意地 想凑合一下 收到娜英的嗜好之后 泰国庆有些 不好意思地说了句 我喜欢的 是你姐姐 娜欣 这狗血剧情 虽然发生在 娜英身上 但他并没有 把这当回事 也没有因此 影响三人感情 毕竟那时的他 还不知道 怎么是刻骨铭心 在经过短暂的伤心之后 娜英很快调整好状态 再次出征 这一次 他的目标是 同门师弟谢小冬 此时的谢小冬 已经小有名气 不过 仍是单身状态 在得到 娜英的主动示好后 他同样表示 自己与泼辣跳脱的 娜英不搭调 得了 又被拒绝了 看得出来 大哥哥娜姐 对恋爱的执着 是要主动出击 虽然接连失利 但很快 他遇到了那个 主动伸手 示好的男人 高峰 当娜英在歌坛 唱出名气时 他遇到的自然 也不是普通人 高峰 是一名足球队员 每天的工作 就是在绿音场上奔跑 挥洒汗水 曾几卓越 两人是同乡 也有共同好友 很快在朋友的 牵线搭桥下 确定恋爱关系 那几年 两人的确是不错的恋爱关系 纳英的音乐会上 经常能见到 举着灯牌 和爱你的高峰 高峰有比赛时 纳英尽量空出档期 去看比赛 和加油 这段文体 不分家的恋情 炽热且轰烈 不过同样的 风暴 也来得更加猛烈 从恩爱有家的情侣楷模 到多出来的孩子与女友 纳英一心贴在高峰身上 高峰 却没有表面那么安分 作为第一前锋 高峰的粉丝 不比歌手纳英少 当然 他的恋情也被关注 每当状态不佳 或者输了比赛时 粉丝就会将脏水 泼在纳英身上 说是他 耽误了高峰的训练时间 那段时间 纳英被冠以红颜祸水的名号 粉丝泼脏水的同时 高峰也不安分 在一次回老家时 认识了酒吧女老板 王纳文 他还兼任酒吧歌手 有能力 有才华 人漂亮 高峰很快被他吸引 为了能将姑娘追到手 他谎称自己已经单身 2000年 高峰在与王纳文一夜有情之后 回到了纳英身边 这段露水往事 他只字未提 直到2004年 纳英与高峰 在被传了多次分手之后 在同居不结婚的前提下 争下了儿子高兴 但这个儿子到来 却没有让儿子高兴起来 因为此时 有一个名叫王纳文的女人 找上门来 还带着一个儿子 此时纳英才知道 高峰在外面 还有这样一段往事 原来一夜癫乱导风之后 王纳文不幸中招 发现自己怀孕了 直到这件事的时候 高峰已经联系不上了 但孩子是无辜的 他把孩子生下来 本意是打算独自抚养长大 直到在娱乐新闻上 看到高峰与纳英生子的消息 还知道自己被玩弄了 可面对想要个说法的王纳文 高峰失口否认 不仅不打算认这个孩子 还一口咬定 女方是来碰词的 王纳文一气之下 将事情告知媒体 曝光出来 用他的话说 这就叫本来念着你是孩子父亲 现在你不讲情面 我也不维护你 事情被捅出来之后 高峰逼不得已 与孩子做了亲子鉴定 结果显示 孩子就是自己的 此时一出 高峰不仅形象和口碑 大打折扣 还要在孩子18岁之前 每个月都要支付 1000元的抚养费 当然 这件事月子中的纳英也知道了 以纳姐的脾气 这事当然是不能忍的 但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她的工作室还是发布了一条 支持高先生履行责任的公告 2005年 纳英与高峰分手 她独自带着儿子开始新生活 在疗愈情商的日子里 北文与感情也没有放过她 离开高峰没多久 外界就有传言 纳英与徐明之间 有些难以说明的感情 暗指两人好事将近 当然了 这些没头没脑的传闻 被纳姐亲口否认 因为这个时候 有一个叫孟童的男人 带着一束光 走进了她的生活 孟童在三里屯 经营娱乐场所 每天与音乐相伴 在她心里 纳英是唱歌最好的女生 很久之前 她就开始倾慕纳英 不过那时 她的身边有高峰 当孩子的事曝光之后 孟童才觉得自己的机会又来了 就这样 她带着自己的爱与耐心 走进了纳英的生活 纳英很快 被这个温柔的男人感动 2006年 两人在加拿大注册结婚 并在次年生下女儿苹果 兜兜转转 经历了被拒绝与绿光之后 彪悍女子纳英 终于走进家庭 儿女双全 成为一个小女人 别看纳姐在外面 呜呜呜呜的 回到家 就会变成另外一副样子 活泼 会撒娇 会带着儿女玩耍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 都是孟童对她的无限宠溺 被宠成家里的第三个孩子 让纳英在节目中动情地说 我做过最英明的决定 就是嫁给 比我还傻的孟童 这究竟是怎样一个男人 能让女强人纳英 如此情难自艺 而经历多次感情失败的纳英 是否真的找到了归宿 孟童的傻 在于宠溺 在于忽视那些传言与绯闻 但这样的傻 纳英是坚决做不到的 也正因这样 让她在娱乐圈 坐下不少荒唐事 直耿真 还是庄性情 与高峰那段感情 太多轰轰烈烈 以至于直到今天 还有不少媒体拿这个 来挑拨夫妻感情 在一次采访中 又有人救失重提 但当天到场的 还有孟童 看到丈夫表情不自然 打大姐纳英再次主动出击 直接在直播中 打了记者与镜头 因此还留下这个凶狠的表情 而纳英的彪悍 远没有到此为止 在一档音乐节目中 同时邀请了张子怡 与纳英作为评委 面对记者问她 对国际张的看法时 纳英直接说道 我祝她成功吧 因为这很难做 因为你也带出了一个冠军吗 你觉得 她带不出来冠军 这很难评 这东西就是这个 这唱歌的技术 隔行如隔山 是我对她的炫爆 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找她 是什么作用呢 可能是她是起到一个 在造型上 起到一个作用 当她说出这句话时 张子怡就在一步之外的距离 对着镜头摆pose 能把花瓶 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的 恐怕只有纳英了吧 当然 张子怡也本着 不争馒头争口气的原则 带出了那一届的冠军 狠狠地反击了那句 造型上的作用 除了张子怡之外 她还在发布会上 炮轰刀狼媒品 这个发言 至今 是纳英身上的黑历史之一 她不具备审美观点 对刀狼如此 面对娇滴滴的林志玲姐姐 纳英也依旧豪爽 在一次聚会中 林志玲来给纳英敬酒 东北大姐一看这阵势 端起酒杯一夜而尽 再看面前的林志玲 仍旧是端着酒杯一动不动 并说出了自己酒精过敏的话 当然了 这也是事实 但纳英并没有惯着 而是直接说了一句 装什么装 强制林志玲喝下了这杯酒 紧接着 就是志玲姐姐 穿了一件低胸礼服 在媒体前展现了 自己脖子上的红疙的 这一下不管对错 纳英这个没头脑的名声 算是过不去了 但无脑归无脑 姐姐的业务水平是真的有的 春晚上与王妃的那首相约1998 两大天后同台至今经典 还有山不转水转 梦一场征服等歌曲 坏制人口 因此 即便她脾气不太好 但喜欢她的人还是挺多的 可最近两年 她却有些不务正业了 不仅没有多少新歌出来 反而沉迷各种综艺节目 在浪姐中当大姐大 在脱口秀中做评委 在慢踪中当飞行嘉宾 初来人设也不再是歌手 而是耿直搞笑 无脑等傻大姐的形象 这些行为 也让不少喜欢她的粉丝失望 曾经华语乐坛的领军人物 如今似乎离歌手这个身份 越来越远 怎么会不让人心塞呢 从追同门师兄 到遇到渣男高峰 再到如今 与梦童14年的恩爱生活 她终于收获了幸福与美满 从模仿别人到独具一格 大格格纳英在歌坛的贡献 是不可否认的 但同样 还有不少粉丝发出疑问 纳英 什么时候能离开综艺 回到创作中呢 难道是江郎才尽了吗 对此 你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小女人与傻大姐 综艺咖语歌手 你更喜欢纳英的 哪个身份呢